鼠蛇人多志多门道,十月初开始更有天降财星柱,日子是没什么不一样,但机会更多了,金钱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,鼠蛇人睁眼见贵人,闭眼见财神。 十月初开始鼠蛇的朋友,总算迎来了运势的高峰期,扫去之前带来的阴霾,开始兴旺发达,特别是在事业运上生意场的鼠蛇人,因为订单和客源的逐渐增多,财富自然而然也会越积越多。 职场上能够和同事愉快相处,做起来顺心顺意,升职加薪的机会增多,而且精明能干的他们很适合投资理财,有兴趣的可以尝试,有望横财不断,势不可挡。 在天洗星的辅助下,鼠蛇人今年人际关系理想,只要鼠蛇人调整好个人情绪问题,保持好心态,发挥清和力,真诚待人,亦获得客户的青睐,带动业务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,特别有利于与人打交道的职业。 鼠蛇的人有一颗坚持不懈的心,在事业上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,总是会咬牙坚持下去,很有耐心和耐力。 10月初开始,彻底转运,有雄转富,钞票堆成衫,一生不差钱,生肖蛇能一直保持拼搏的状态,遇到困难不放弃,在贵人的帮助下,必定是要大展身手,好好地赚一把大财富。 鼠蛇的人,做事一步一个脚印,很是踏实。 10月初开始,他们会迎来人生发展的黄金时期,来自社会上的各种压力都会不断减少, 他们的事业开始步步高升,升职加薪不断,有望在短时间内身价翻倍。 10月初开始,钱包股起来,裁员丰厚,有额外收获,万事顺遂,生活美满。 日子越过越好,建议鼠蛇人在为对方,为家庭付出之余,更要好好照顾自己。 须知,只有爱护好了自己,才能够更好地爱别人,别人也会更加懂得珍惜你,爱护你。 虽然,你有宁缺无满的决心,却也难免用了情缺被伤害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,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,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地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哲学中,有这么三个问题,我们从哪里来,然后到哪里去,到底为了什么? 有思想家认为,人类降生到这个世界,目的就是为了探寻此生的意义,从而不让自己留下太多的遗憾。 世道纷纷扰扰,世人匆匆忙忙。 也许谈指一挥间,我们的人生就已经过了大半了。 在时光面前,我们的这一生就跟没有活过一样。 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如何才能更好地活好这一生呢? 儒家的孔子认为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这是你我对于个人和社会责任的追求。 道家的老子认为,人这一生,要以出世的态度去生活,懂得修身养性才是正道。 道家的庄子认为,人活着就该逍遥于天地之间,不要受到世俗的束缚,尽心地活一场,那我们的人生就圆满了。 当然,佛家的佛陀认为,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度尽此生的劫难,不再有世俗的欲望,活成最为纯粹的模样。 其实,不同的人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也都各不相同,而我们也该有自己的追求,切勿让自己白活一辈子。 八十岁了,才彻底明白人生的真相。 镇上的陈老伯今年已经八十岁了。 虽然卧病在床,但他对于自己的一生已经很知足了,因为他曾经为自己活过一场。 年轻的时候,他去过农村,进过工厂,反正看透了云云众生相。 中年的时候,他下海经商,也去过南洋,交过不同的朋友,看到过不同的风景。 到了晚年,他选择回到老家,捐了一笔钱,用来资助当地的孩子读书,反正特别有善心。 想起自己的经历,陈老伯其实特别满足。 在他看来,有很多事自己都经历过了,虽然说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,但能在这个世上留下一点痕迹也算是无憾了。 有一次,他跟年纪三十岁的孙子说了这么一句话,没必要抱怨人生太苦,你只是这世间的过客而已。 你此生的使命,就是听从本心做事,没必要在乎别人说什么。 孙子特别不解,就问了一句,我想成就一番功名大业,可还是无能为力,那我该怎么办呢? 而且,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特别有钱,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失败。 对于孙子的话,陈老伯是这么回应的,人活一世,又有什么好比较的呢? 很多东西都是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的。 唯一有价值的,就是你的经历。 人老了,领悟这三点,人生就圆满了。 第一点,经历不同的事,欣赏不同的风景。 俗话说,井蛙不可与海,下虫不可与兵。 井底之蛙和下虫,就是因为存在一定的缺陷,所以他们无法认清这世间的现实。 但人不一样,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和空间。 只要我们想,那我们就可以去做不同的事,经历不一样的人生。 就像上文的陈老伯,当过农民,工人和商人,也当过老板,到过不同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。 这,不就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吗? 但愿我们,不要在老去的那一天,才对白纸一般的前半生感觉到遗憾。 有些事,及时做,甚至尽快做,那才是我们的追求。 第二点,听从本心,亦随心动。 王阳明认为,此心就是宇宙,此心就是世界。 我们的心,就是我们的一片天地,也是我们此生的导引者。 该走向何方,该过成什么样子,不要让别人来决定,而是要听从自己的心意。 就像月亮与六变事中的主人公,年纪四十岁,还敢放弃一切,去追寻心中的梦想。 这,真的就不正常吗? 他没有不正常,反而活很通透。 因为他听从了自己的本心,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 否则,他终究会在老去的那一天,才后悔唏嘘。 那个时候,就真的迟了。 第三点,不争不愿。 尽好本分。 白居易写道,蜗牛脚上争何事,使火光中寄此生。 在蜗牛的触角上,我们到底要争什么呢? 啥事都没有必要争,因为人生太短暂了,没必要把时间浪费在争的执念上。 这一刻争赢了,不见得未来就一定会赢。 这一刻输了,不见得未来就一定不幸。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他的时区,我们不能一概而论。 就像有些人大气晚成,上了年纪才成功,难道他就需要纠结吗? 就像有些人一辈子都顺畅,而我们历经波折,那我们就该自卑吗? 做人呐,不要争太多,也不要怨恨太多,做好自己的本分,那就可以了。 这里的本分,就是完成自己的使命。 该去哪里发展,就去哪里发展,该得到什么,就得到什么,千万不要争执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 所谓命中只有八斗米,走遍天下不满生。 一个人真正的智慧,就是他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,尽力过好每一天,尽心活好每一刻。 这,才会让我们残缺的人生逐渐变得圆满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